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會講一個題目 關於O型腿如何選护膝 首先, 未選护膝前 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O型腿 一個最簡單的測試就是 一個成年人手掌的寬度 一個正常的膝蓋寬度大概是半寸之間 就是一個成年人手掌的寬度 我們請那個人 將腳拍完 然後把手掌放在這裡 如果是寬過手掌的寬度 即是半寸的話 這個定義就叫做O型腿 O型腿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它會彎 當那個人負重的時候 那個內側的關節 就會像這把尺一樣 已經彎了的話 內側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那個人呢 當他負重或者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彎 然後那個內側的關節夾著的話 就會覺得開始痛 腫腫或者脹 甚至可能一些活動範圍 會受到影響 OK 接著就會教一教大家 如何在市面上 選一些合適 一些O型腿人士用的護膝 如果當你當O型腿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旁邊選護膝的時候 會有兩個支撐 因為O型腿本身 大腿骨和水腿骨 現在是彎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有個護膝 將你的關節 兩邊去支撐 將它推適合一點 即是說 你在市面上 如果看到護膝 像這個這樣 是一個旁邊沒有支撐的護膝 這個就不適合你的 護膝有長有短的 這個旁側有兩個膠條 它屬於短的 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當O型腿的度數不是太多 和你的症狀是很輕微 時有時無 或者狀態不好 那時候才會有的話 這個護膝就會適合 但是當你的O型腿的度數 越來越多 越來越升級的時候 你的護膝就會相對越來越長 旁側的支撐的力 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市面上高 都會有的 一些膠條的形狀 會幫助一些症狀 即是經常都會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帶著它 當然 O型腿會越來越差 當你是越來越彎的時候 需要改變一些策略 就是你要拿一些護膝 就是旁側會不是膠條 今次 就是一些金屬的膠 兩邊撐住的話 你的O型腿的症狀會控制一些 以及變差的速度會減慢 當然你會問 如果我已經越來越厚 或者醫生叫你 你要做手術 換了個教 這些護膝 基本上就不再適合你的了 你可以想像到 你的護膝會越來越長 兩邊會越來越硬 市面上高 是有一些特別的O型腿用的護膝 你可以用一些專門店 以及專門人士 可以再介紹給你 想一個O型腿的護膝有效的話 你戴護膝的時候要戴得對 如果你的護膝是選擇了一個有金屬膠 最重要的是 你的金屬膠的動作點 跟你的膝蓋的位置一樣 這樣的話 屈膝 你應該會感覺到很純 而且沒有東西頂住 這個位置 另一個要看就是在前面 如果你的護膝是有一個奔骨 即是菠蘿蓋的洞 最重要的位置就是要去菠蘿蓋的中灘點 你會摸到自己的菠蘿蓋 這個就叫做對 當然 如果你選擇過膠條形狀的 最重要就是認菠蘿蓋的位置 這個位置要是對的 而且你要選擇一些護膝 護膝就是有魔術條的上下帶 因為最重要就是 護膝通常最大的敵人就是 它會滑下來 會滑下來 通常會是 有些魔術條會穩固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 當你帶了一個 對用的O形腿護膝之後 你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O形腿本身會越來越變得 越來越差 當護膝是選擇得對的時候 你的O形腿的動數 就會減慢 不會變差得那麼快 同時間 因為O形腿引起的症狀 例如肿脹、痛楚 或者活動時的不舒服 就會因為O形腿的幫助 得到舒緩 同時間戴護膝之後 就會有些人來不解 以為戴了一個護膝之後 腳會變直 這個絕對不會 因為你本身 骨頭的軟骨已經磨蝕了 所以只會越來越差 而護膝的作用 就是令到變形的速度 變慢 和症狀會舒緩到 當有醫生告訴你 要做手術的時候 O形腿的護膝 極其量延遲了 你做手術的時間 關於什麼時候要帶護膝 當你在家裡很輕騎 或者很悠閒的時候 看電視 或者打麻將 你是不需要帶護膝的 當你會外出 要多走過15分鐘 或者20分鐘 或者你預知到 你會走很多樓梯 或者斜腦 那些情況之下 你需要有個護膝 做個保護 那有些家庭主婦 需要在家裡 是要 例如湯衫 煮飯 站的時候 也有些不舒服 或者有些痛的話 都需要帶護膝 做個保護 就會好一些 今天介紹O形腿 怎樣選護膝 就到這裡了 我們日後 就會有更多 健康資訊的介紹給大家 如果對今天講的 留言有什麼 提問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 留言給我們